回到節目現場 先來請教昆程委員 你們立法院真的一個比一個話題還要多 先來講一下徐曉星的部分 昨天開記者會 除了他在澄清說 他婆婆那個什麼一百萬的東西 還有他婆婆之前借貸 跟哪個銀行界 他都不知道很委屈之外 另外他們昨天記者會的主題 是要控訴 未來的行政院副院長 鄭麗君的老公沈學榮 開的公司 利用在中國的子公司 大賺特賺 賺紅錢 說鄭麗君的家族是 紅錢世家 鄭麗君非常的無奈 因為這件事情 好像已經被講很久 鄭麗君也不知道 已經澄清幾百遍了 來委員 所以徐曉星對於別人家的事情 都記了一清二楚 對耶 然後對於誰罵他 他也記了一清二楚 這個是什麼A型 天蠍座的個性 對對對 那所以說 他對別人的事情 都記得一清二楚 那對於自己帳目的事情 顛三倒四 到底是這一個 對於婆婆的事情 對婆婆的事情 對家裡的事情 完全是記不清楚 這一百萬 代電也是他講的 一張衛生紙 一張衛生紙 這個對於他來講 是一張衛生紙 對我們來講一百萬 是很大的一個數字 所以是帶電給他婆婆 就是等於是借的 借了一百萬給他婆婆 還是說送給他婆婆 一百萬 因為他又說這個 後來是鎮宇的 那到底說 他那個房子 他婆婆那一棟房子 這個他本來 我記得他講說是兩千萬 跟銀行貸款兩千萬 剛開始是這個數字 後來又出現一個一千八百八十萬 然後有記者問他說 沒有 是他媽媽就查出來說 帶了三次一千四百五十萬 他還笑說一四五零 是你們這個 這個側翼的網軍 一四五零 他不知道有這個數字 結果真的查出來 是一千四百五十萬 那我先講 這個鄭麗君 這個副院長這件事情 他在二零一二年 擔任這個不分區立委的時候 其實之前就已經講過了 那他也說得很清楚 就是說他跟這個沈學榮 結婚之後 他老公就沒有到中國去投資 然後他當立委之後 他老公的公司 也沒有去中國投資 他已經講得很清楚 所以這個是把過去的 這個人犯 再人吵一次 已經吵不出來什麼東西來了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徐曉鑑 還要特別開一個這個記者會 因為你知道 他開這個記者會 大家不會去問 鄭麗君這件事情 因為鄭麗君已經講得很清楚 大家去問說你的事情 問說你婆婆的事情 因為到現在為止 你還講得不清楚嘛 那剛才其實傑民哥 我在說明一次 是傑民哥說的 還在垂液啦 傑民哥 我跟曉鑑很熟 那他有什麼 看著鏡頭講 傑民哥說 這個他們老家 傑民說 對 我跟曉鑑 在屏東的這一個家 然後如果附近的 這個實價登入 大概就是八百到一千一 附近的行情 對 行情是這樣子 他們可以帶到一千四百五十萬 不簡單 那你也知道說 臺北富邦銀行 在屏東就兩家 就兩家而已 屏北 屏東 各一家 所以說我不知道說 這個在屏東 你要去找一家 這個臺北富邦銀行 其實沒這麼容易 但是他的婆婆 就是這個找到了 這個臺北富邦銀行 然後去跟他借 那你說這個一個房子 可以借貸三次 也真的不簡單 就像傑民哥講的 對 隔兩週就撥開一次 隔兩週撥開一次 這個很不尋常 我相信很多人 有借錢的經驗 爽死了 你一個房子去帶 帶七成已經很了不起 帶七成了不起 那說你這個房子 你的市值 如果說大概好一千 一千萬好了 你能帶到七百萬 其實了不起 但你借到double 那所以說 也很多人講 就是說你你借了三次 你除了有提供單保品 出來之外 除了你這個自動房子 你是不是還有提供其他單保品出來 那那個單保品 有可能就是徐曉星的信用 信用就是說 我是徐曉星的婆婆 那徐曉星呢 現在是臺北市議員 當時是臺北市議員 我不知道 這個檢調去查 因為你一棟房子 可以借三次 那你如果沒有再提供 額外的單保品的話 那就是信貸 那信貸就很有可能是說 是不是報說 是徐曉星的婆婆 那這個檢調去查清楚 或者是也有人講 因為徐曉星的這個公公是醫生 會不會覺得家裡環境不錯 所以給他帶高一點 也是有人這樣說 那公公也不是說 我是醫生 那我就可以帶到那麼多錢 沒有 他一定要提供一些單保品 或者是說 他讓銀行相信說 他的確有這個還款的能力 其實他可以把那些東西拿出來 拿出來 就是說那到底這個一千四百五十萬 是怎麼帶的 那怎麼去跟這個臺北富邦帶的 那到底 那你剛開始為什麼講說是兩千萬 或是一千八百八十萬 所以這個這個數字的落差 我相信 為什麼記不清楚 對 所以這個到底是就像傑明哥說的 這個東西到底是單純的 他婆婆認為說 他的女兒就是徐曉星的大姑跟大姑帳 這公司這個租轉有問題了 所以就是借他一百 一千四百五十萬 給他這個大姑公司營運 還是說其實不是只有一千四百五十萬 是一千八百多萬 是兩千萬 這些多出來的錢是投資嗎 是投資嗎 是投資這個詐騙銀行嗎 詐騙的這家公司 所以這些東西 我認為這個徐曉星都要說清楚 但是到目前為止 光是這個像伯爐衛生紙一百萬 他都已經說不清楚 講現金 後來說是貸款 他就貸了兩次 這個東西總會搞不清楚 我不認為說 按照徐曉星的個性 他這東西會搞不清楚 然後他婆婆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間房子 到底是帶了一千四百五十萬 是怎麼帶出來的 因為大家都已經知道 那個跟銀行員的對話 那就是假的 至少銀行員的對話 你沒有把這個五分 五分鐘的這個對話截走 大家就知道說 一定先先套好招了 很像在審問的感覺 你看那個銀行員 根本不敢講什麼話 是對 沒有 就是這樣子 一般來講對話 不可能是這樣子 那到目前為止 徐曉星都沒有把這件事情 講清楚 所以人家會懷疑說 你或是說你的婆婆 跟這個你大顧的 這個詐騙公司 是有關係的 沒有像你這麼講的 這麼簡單說 你婆婆怎麼帶的 完全不清楚 那個一百萬 這個是就是給婆婆 這鎮宇的也不是借貸 那是婆婆拿了這個一百萬 怎麼用 他也不清楚 你的說法到現在為止 沒有人可以相信的 這個評論之前 我們用跟巧欣熟不熟來分 用方倫比較不熟 你等一下才說 方倫比較熟 方倫來評論一下 這是方倫的年紀跟巧欣 也差不多 怎麼價值觀 大家會是這樣嗎 一百萬怎麼在做衛生做 還是這樣嗎 我請教方倫 因為現在包括國民黨黨主席 朱立倫 看起來也是用那種鼓勵 嘉獎許巧欣的口氣 說巧欣是我們國民黨的戰將 那也有一些 常常去上一些 這個比較青藍的 這個節目的 這個比如沈富雄前立委 他也說 他說許巧欣 經過這個風波之後 未來會更強 為什麼都是用這種 好像在稱讚的口氣 這樣子一直在捧許巧欣呢 應該這樣講 不可否說的 就是巧欣的戰鬥力 我想不論藍綠 應該都認為 他戰鬥力是相當強的 更重要的一點是什麼 對於藍營的支持者來說 尤其他的選區 松山跟新義的選區 結構上就會認為說 巧欣你這一次 不管在初選階段 能夠贏過費洪泰 甚至大選階段 他那個戰力真的超強 可以把前輩這樣子 所以代表說 你是很有power的 你在議題上 你在網路上 你在媒體上的聲量 那個絕對是 不可以用一般的 民意代表等級來 你會怕嗎 我不會啊 我一直都不否認 巧欣是SS級 但我接下來要說 黃倫在表態效忠 先講清楚啦 案子進入法院 沒關係慢慢講 案子進入法院 因為我要小心 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說 他明明就是 還沒有判決東西 他目前只是被被罩 根本連起訴都還沒有 所以我就是認為說這些東西 我們現在把它貼上 這些什麼樣的標籤 不管是詐騙集團 或者他私人借貸 有啊 利益衝突 或者甚至超代 你當然可以去貼標籤 那相對的 未來要不要付出相對的責任 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可以接受公平的 今天既然巧欣被這樣大面積的 批評啊 說你這個財務啊 怎麼樣的混亂什麼的 他有沒有責任去說明 我覺得當然可以說明 那現在這些東西是不是要進入 不管是要起訴或者進入檢調 他要去當 不管是當證人 甚至甚至可能當被告 都有可能 他當然可以去說明 而在說明的這些過程當中 他當然要一筆一筆的 比較清楚的 把一些留下交代清楚 不然的話 其實一般人 我說老實話 你問我說 方正你這一筆錢 你到底用到哪裡去 我也覺得 我也沒必要接之於重 如果你建一百萬給別人 你敢買去問一下 我說老實話 如果那個所謂的別人 真的是我的家人 真的是我很close 你也都不會問是不是 清楚 我會覺得說 這個本來就是人家家務事 包含之前剛才講到什麼 財力的問題 一 他的公共是一個醫師 這一點我覺得大家都知道 第二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財力包含 我能不能有這樣還款的能力 我有時候會把家人的一些能力 如果在需要的時候 家裡給我支援 這些都其實納入一期討論 我說老實話 銀行端也會其實評估這樣的可能性 所以此時此刻 我認為巧欣 他有責任跟義務 把這些東西去準備好 然後在該揭示的時候去講出來 那講回來 不管是沈大佬也好 朱主席也好 或者我相信立法院的同事也好 都應該對巧欣 他自己的戰鬥力很強 接下來給巧欣幾個忠告 你應該要去坚定的去揭蔽 你如果真的 一直能拿出民進黨做得不好 哪邊做得很糟糕 甚至有人什麼貪污舞弊 你一直做揭蔽 當揭蔽女王 這個大家不會否定你 在下一次選舉的時候 大家會繼續支持你 甚至你有可能再上一層樓的決心 但是如果這件事情沒有處理好 不好意思喔 你揭蔽女王的人設可能會不見 甚至是說 你要去面對 永遠會有民眾這樣對你的質疑 因為你說不清啊 對 所以我會認為說 一不管在司法部分你要去做好 二你要去站穩你的人設 表現出你真的是藍營第一女戰神的實力 這個藍營第一女戰將啦 這個永弘怎麼樣看 其實很多有關於巧欣 這個我們討論很多話題 包括100萬的話題啊 跟這個大姑等等的 還有說什麼 他大姑的先生出去還會跟檢警嗆 你知道嗎 徐巧欣是我弟妹 這種種的東西其實有很多 當然我們有的從週刊看來 有的更多是徐巧欣 他自己講的 那100萬 從剛才我們講 當初說什麼婆婆借2000到1880 到後來被查出1450 漏洞百出啦 來永弘 我先講 剛剛我看到方倫 非常強烈的求生意志 求生欲望勝 求生欲望超強 我先講一個 朱立倫也講說 徐巧欣是個戰將 方倫剛才這樣講 然後彷彿他是戰將 我講一個 我們台灣人都知道 有的啦 那個 強的怕壯的啦 壯的怕鄉的啦 鄉的怕什麼 無天龍啦 無天龍這個人喔 他不是最強啦 因為無天龍啦 徐巧欣賤角色就是這樣子嘛 他每一次都見風 捕風捉影對不對 看一個影子就給你貼標籤 他明明什麼都不知道 他全部連連看 就這個我抓到了就是這樣 然後就要人家辭職 要人家下台 這個是道德標準 這個社會觀感 這個就是違法 這不就是他的邏輯嗎 那連到他自己 那今天我就講 你看就用他自己的話講 剛剛一直都說 人家現在都還沒有起訴 對我們早就講了 但是是誰已經講說 詐騙集團 徐巧欣一直講 他說我沒有任何一分錢 進到詐騙集團 他也自己講那個詐騙集團 不是我們講嘛 他自己講嘛 所以他在講說他大哥跟他大郭親生 再來他說他婆婆貸款他不知情 欸一個別人跟誰吃飯他都知情的人 還不要講說 鄭麗君他先生在中國的子公司叫什麼名字 而且那個都可能十幾年前的事 他都有辦法記得 誰跟誰吃飯他都知情 誰跟誰借車他都知情 你婆婆有沒有跟台北富邦銀行借錢 你不知情 都不知道 這也太狠了吧 你不是標榜你很厲害的嗎 怎麼會這裡都不知情 再一個 他的名言是叫做見神殺神 見佛殺佛 見詐欺呢 不知道 不就這樣嗎 你不是這麼窮的一個人 你不是這麼一個 忌惡如仇的人 你不是一個什麼都知道的人 怎麼剛好在這件事情上 你也不知道你婆婆的錢用在哪裡 你也不知道你要給她的錢用在哪裡 你也不知道你的 這個大姑 這個大姑 姐夫 他們在做什麼 然後知道之後 你也沒有大意滅欺 你也沒有出來 這個好奇怪 照他的邏輯都不對 跟他的形象 實在是太不適合了 最關鍵是什麼 最關鍵是 今天每一件事都他自己講 好 他每件事自己講 那我們從一開始就講說 我們在還原一次很簡單 很快速還原 都是他自己講的 那從房貸 他說婆婆是借錢給他的大姑 姐夫他們對不對 他說房貸兩千萬 到後來是一千四百五算 就這件事情 各位觀眾 你有誰家 你有一個房子是一千萬的 你可以去帶到超過一千萬的 你現在都卡電話 副幫我 我要比照許巧欣 他說 我媳婦什麼人 對啊 你都比照 然後這個是不合理的嘛 第二個不合理 就是我講說 他們這一家很奇怪 每個都很喜歡嗆名字 你知道 根據週刊的報導 這杜秉承 就是他的姐夫 許巧欣的姐夫 被逮的時候 他嗆聲什麼 他說 許巧欣是我弟妹 不見讓人家想到 為了維庭的九百塊 許巧欣說 我是許巧欣 那你覺得他婆婆去借錢的時候 有沒有說 我媳婦是許巧欣 可能啦 我也不知道 照許巧欣 我們對話上沒有看到 就加一個問號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說這都是他招惹來 最後我講的一個 大家也提了很多 這一百萬這件事 他說詞反覆 變動的是他 不是別人 對不對 我們都根據他的話來講 從說電婦 而且他用精準 他在說電婦 是 電婦一直都借給你嘛 對不對 要還了嘛 後面講說是鄭宇嘛 所以說鄭宇還好 兒子鄭宇給婆婆還好 鄭宇是現金 還是匯款 大家都在講嘛 如果現金你就 這個財產申報的問題 因為你家裡超過一百萬 你就要申報嘛 他跟他老公都是公職嘛 一個立委 一個民意代表 一個是官員 都要申報 只是說報在誰那裡嘛 對不對 後來好吧 你自己講說是匯款 偏偏這兩次匯款的時間 剛好現在目前看起來 剛好是他的大姑姐夫 那時候正好是資金 被凍結的時候嘛 所以他講說 你到底這個匯款是去還房貸 就是用房子去貸款 這件事情 還是是投資 這個是我們很早就一開始來講 就是說 因為詐騙的案子就是講說 你到底是被騙的那一個 還是你是投資的那一方嘛 對不對 很多後來出來說 其實你不是被騙 你是投資啊 拿不回來 因為他發現他是詐騙 但你是投資方 如果你是被騙的那一個 那對許小燕來說也很尷尬 因為他他就是很聰明 很會讚 然後結果竟然 竟然連這種這個蛛絲馬跡 都看不都看得到的人 這麼大一筆金錢的投入的 他會不知道 那就表示你平常都在吹噓嘛 如果你是投資 那就表示參與了 當參與的這個責任在哪裡 其實那還是要法律 所以我說我很早就講說 他其實在打預防針 就是說他不知道被壓進去的 三個人到時候會講什麼 那他現在唯一的線 有一條可能存在的線是什麼 就是他沒有直接 但是他是透過他婆婆 所以他婆婆到底有沒有參與 知不知道這是一件事 如果都是透過他婆婆 當然我覺得許小燕這件事 可能OK 但是他的問題就在說 你平常的那個標準 跟你不論是殺佛殺神的標準 還有你平常的見為之助的標準 用到你身上都不對的時候 那你要怎麼跟社會大眾解釋說 你的人設是這樣 所以他這一次 他的自己講了這個故事之後 讓他的人設破功了 講了這個故事之後 讓大家覺得說 你們家真是奇怪 講了這個故事之後才發現說 哇原來金錢對你來說 不是似如糞土 是似如衛生紙 那講了這個講了這個故事之後 才讓他發現說 檢調還發現說原來你有金錢上的網 這都是自己講出來 所以我覺得要不要過關 這個有待檢調 但是對於藍營這種求生意志 吹捧他 我再重複一次 沒有啦 那不是他不是最強 不是最強的 沒有天良 所以大家害怕 來這個現在休息之後 帶大家看到這幕 我也會怕啦 這個新北市的議長 跟國民黨自己人一言不合 摔手機耶 等一下回來繼續來看